講完中耳之後 我們來講內耳 內耳有什麼特殊的構造呢 我們慢慢看 內耳就是指軟原窗一進去之後的剩下的構造 那這邊這麼多都是內耳 好 這個圖有點小 這個地方就是軟原窗 看到沒 軟原窗裡面全部都是內耳 內耳有很多的管道 這一管道裡面佈滿了08億 好 所以中耳跟內耳出現一個很大很大的差異 就是中耳是空腔是空氣 有骨頭在那邊推動的你的繩波 然後到了內耳呢 全是液態環境 裡面的管道全部都是08億 所以內耳又叫米露 很多的管道裡面全是水 叫米露 非常複雜彎曲的管道 裡面佈滿了08億 是液態的環境 好 我們的內耳分為三個區域 我先這個圖畫給你看 然後我不要再換一個圖 換另外一張圖來看 從軟原窗一進來 第一個遇到的大大的空間 就是潛艇 它幹嘛叫潛艇 你進別人家 最先進去的就是它家的前面的庭院 所以叫潛艇 潛艇是軟原窗 一進去就叫潛艇 潛艇往下方走過去 會形成一個構造 叫很像蝸牛的一個結構 叫耳蝸 耳朵內的蝸牛 好 那潛艇往上走呢 會有三個半圓形的 半圓形的管子 叫半龜管 所以整個內耳分為三個構造 一開始是潛艇 潛艇往上走就是半龜管 三個 然後往下面走就是耳蝸 好 我們現在來看有沒有圖圖 看個漂亮一點的圖 這邊就是那個 軟原窗 一進去呢 這邊這個大大的結構 就是潛艇 寫個潛 潛艇的下方這邊的大大的結構 就是耳蝸 上面有三個半龜管 一二三第三個沒有花刀被遮住了 好 那耳蝸就是這邊 耳蝸像蝸牛一樣 所以耳朵中的蝸牛 好 既然講耳蝸 回到這個圖 你們看過蝸牛嗎 蝸牛的殼 其實就是一個很長的管子 螺旋起來 就像這邊也是個管子 螺旋起來 所以這個耳蝸又叫蝸牛殼管 蝸牛殼的管子 然後螺旋起來 直到它的一開始很粗壞 又有洗 就捲起來了 好 我就把這個 耳蝸的蝸牛殼管 你看這個管子 我把它橫切 你看這邊有個橫切面 一橫切 看裡面發現 它並不是完全中鋒的 它裡面還有隔間 好 隔出上面的前庭道 中間的耳瓜道 下面的骨式道 分三段 其中中間這個空間呢 喔 被框起來 這個空間好怪喔 這什麼東西啊 放大來看 它是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叫做科氏器 或叫科帝氏器 你看英文 Organ of Koti Koti你可以翻譯成科氏 因為姓科的外國人 也可以叫科帝氏 因為這個外國人姓科帝 Ogan of Koti 好 這個 耳瓜中的這個構造 叫科帝氏器 我再把它放大 喔 原來科帝氏器長這樣子 它有很多細胞 這些細胞上面有毛 所以這個細胞叫毛細胞 這個細胞上面有毛 好 毛細胞是主角 這毛細胞的毛 會黏到另外一個 一片膜狀結構 這個膜叫附膜 好啦 那這整個構造 叫做科帝氏器 或簡稱科氏器 這就是聽覺受器 啊 怎麼辦 怎麼弄到的 當我們前面提到你的深波 開始傳傳傳 以這個圖來講 我的三小梯圖在那邊 震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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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撞擊軟圓窗 撞撞撞 撞 撞撞 身波就有08億 從前庭傳到耳瓜 好 所以到了內耳 這個深波 就不是在空氣 也不是在硬骨傳遞 是在08億 在液態環境中傳播 好 傳到耳瓜之後呢 這個聲響就會傳到你的科帝氏器 使得腹膜開始上下震動 好 腹膜開始震動 腹膜開始震動 被拉扯 毛細胞的毛被拉扯 毛細胞就分泌神經傳遞物質 就讓後面的速度 開始產生神經訊息 好 那這個速度往後傳 就聚集成一個神經素 就是聽神經 好 這就是我們毛細胞 好 透過腹膜因為深波震動 拉扯他的毛細胞的毛 使得毛細胞分泌成現在傳遞物質 使得後面的神經 開始產生電位變化 而讓訊息就傳到聽神經去了 也就產生聽覺 接下來這個聽神經呢 離開你的耳朵 就到見腦中的四球 四球再把它轉直 轉到你的大腦中的聽覺皮質 跟聽覺聯合區 讓你聽到而且聽懂聲音的意涵 以上這就是科蒂氏氣 好 所以科蒂氏氣在哪裡 在內耳的耳瓜 耳瓜內的科蒂氏氣 內的毛細胞 就是聽覺的受氣細胞 整個科蒂氏氣就是聽覺受氣 科蒂氏氣是個組織 很多細胞 很多毛細胞 包含附膜在上面 好 以上就是聽覺的產生的來源 那聽覺有些特性 你也在這邊跟大家說說 當你的分配數太高 升波太強 毛細胞不斷的拉扯 毛細胞會死亡的 還好毛細胞是皮膜組織的特化而來 它如果死掉之後 是可以重新分裂再生 所以聽覺有時候太大聲 你會這樣子聽不到 可是隔一陣子會慢慢再生回來 可是當你老了 它的再生能力下降 所以你會發現老年人的聽力 都一定會下降 就會重聽 或某些頻率聽不清楚 好 這叫做超過100分配 會傷害毛細胞 如果太嚴重又長期 就會不可逆的傷害 好 那我們人類聽覺分為從20赫兹 低頻到20千赫兹 就是2萬赫兹 那超過這些頻率 我們聽不到啦 就叫超音波 好 那當然這個音頻 是我們平均來講是這個範圍 每個人敏感度不同 各位可以知道 年紀大的長輩 它的高頻的細胞會最先壞掉 所以老年人聽不到高頻聲音 年輕人比較聽得到低頻聲音 所以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工具叫 青少年驅逐器 聽過嗎 它是用喇叭播出尖銳的高頻聲音 咿咿咿的高頻聲 中老年人進來 他聽不到 因為他耳朵老化受水 聽不到高頻 但年輕人現在覺得 這邊很不舒服 怎麼聽那個歌號的音頻 你就會離開這個店 那這個店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覺得年輕人來 都只看、只摸、都不消費 真正消費主義是中高年級的人 那我就歡迎他來 所以我希望用這個工具 把青少年趕走 那當然有些店就會買這個東西撥 聽說某個國家某個城市 就有人告了 你違反人權 你怎麼可以歧視青少年呢 好像有這方面的判決 可是各位這不是針對青少年的歧視 反過來說 也有人用手機 手機的來電鈴聲 就是調成高頻 所以當課堂上手機響了 全班同學都聽到 結果老師沒聽到 如果這老師是老年人的話 當然有老師聲音很靈敏 怎麼會有高頻聲 你們是不是用那種 只能年輕的聽到來電鈴聲 所以這是聲波的範圍 接下來這個聲音傳遞過程 如果受水就會叫做耳龍 那耳龍怎麼辦呢 耳龍分三種 一種是骨膜壞了或聽骨壞了 叫傳導性 你的聲波沒有辦法傳到內 傳導路徑壞掉 這叫做傳導性耳龍 這種耳龍最容易處理 因為他只是機械結構上的壞掉 骨膜跟聽骨 這時候會帶上助聽器 助聽器就是取代了骨膜跟聽骨 那有些人叫做感覺性耳龍 是毛細胞壞掉了怎麼辦 或是聽神音壞掉了 這時候帶的叫人工電子 取代了毛細胞放電 所以人工電子會有電極插在聽神經上面 那我們之後會 耳朵講完 我們講耳朵的疾病的時候 再來講什麼叫人工電子 好 第三種最後一種最麻煩 叫中蘇性耳龍 你耳朵完全健康 聽神經也可以 可是到了腦部之後 它卻沒有辦法產生聽覺 這是腦的問題 那大腦的問題 目前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前兩個都還有一些輔具 可以讓你的病情減清 但是大腦性中蘇性耳龍 就目前沒有辦法救治 好 以上這是我們 人類內耳的一個感應聲音的過程 它的受器是科蒂斯基中的毛細胞 毛細胞是皮膜細胞 這話來的 是有能力再生 只是再生能力沒有 大家會想到好 留於老人之後 他就不容易慢慢再生 所以老人聽覺會慢慢受損 聽力會下降 好啦 就是生波 它就直接 一個機械就要來推動你的軟原創 所以你的骨膜跟生小天骨 改成人造的 然後就直接推動軟原創 對 植物要帶上 對 那叫做助聽器 那植物的位置就是從 就是植物到中耳而已 人工電子耳要植物到內耳去 因為它是內耳的 毛細胞壞掉了 好 這毛細胞就是我們聽覺的受氣細胞 科蒂斯基就是我們聽覺的受氣 好 請問在這裡有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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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